娱乐圈数十名人都见平差平薄平冯小刚,是要闹哪班? 四崔永元骂冯小刚渣子之后梁洪达也发言骂冯小刚是渣子。 而迄今为止,娱乐圈已有数十人亦刻薄的话差平冯小刚。 一,梁洪达,梁洪达对三位艺术的唾弃是娱乐圈有名的。 著名媒体评论人梁洪达在老梁故事会当中对冯小刚进行了评价,冯小刚自己每次拍完马屁之后回到家里都觉得自己很恶心。 梁洪达告诫观众哪有什么得意双心的演员,他们背后干得肮脏是他可知道的太多了。 梁洪达直言,冯小刚这个人有多渣?现在感觉冯小刚这人越来越渣。 2,王思聪,当年我不是潘金莲,上映,万达给该影片拍片率较低,冯小刚大骂万达。 王思聪回复,冯导演应该注意一下影片的质量,如果你的影片质量足够的高,哪家影院都会给你多拍片,谁会跟钱过不去。 3,邓超,当年集结号电影宣传期间,邓超传恋情,盖过了电影的风头,冯小刚大怒,邓超也表示对冯小刚远之姿态。 从此,邓超对冯小刚不致一词,明显薄贫。 4,陈佩斯,当记者问及陈佩斯,对冯小刚的电影怎么看? 10,陈佩斯回答近两个字,没看。 明显薄贫。 10,陈佩斯不演三维艺术,专心于真正的艺术,在娱乐圈对三维艺术向来不看,不闻不问,不平不说,不理不睬。 5,赵本山,在一次颁奖晚会上,冯小刚拿赵本山开政治玩笑,被赵本山半针半假地删了一耳光,此事一时轰动整个娱乐圈。 6,江文,面对崔永元怒斥冯小刚,江文在他的最新电影作品《邪不压正》即将上映前,接受媒体采访,江文表示,小崔,冯小刚我请他们来看《邪不压正》,看完了以后没准就懂了,《邪不压正》有很大道理在里面,《邪不压正》吗? 7,王硕。 王硕也是极力唾弃三维艺术的主,曾经和冯小刚是好搭档,因为有些事与冯小刚在没来往。 8,宋丹丹,宋丹丹在《笑二江湖》中多次与冯小刚针锋相对。 9,宋丹丹对冯小刚骂全国观众是垃圾,冯荒说冯小刚是道德败坏,还理直气壮,可谓是差评之质。 10,腾讯暗访时数名明星对冯小刚一片差评。 如此,娱乐圈数十人差评冯小刚是要闹哪班?冯小刚真的像他们比试的那样吗?朋友们说说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